风暴小犬逐渐靠近本港 天文台晚上9时40分发出 号戒备信号 天文台晚上表示 按照现实预测录 小犬会在周四五日掠过台湾南部及一项广东东沿岸海域 并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 预料本周四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 一号戒备信号会全日大部分时间维持 天文台又预料小犬会在周后期继续向西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 同时受北季后风影响逐渐减弱 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 旋警告信号则是呼小犬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距离 受小犬及季后风影响 本港预料在周末期可能有狂风骤雨 吹偏北强风 部分地区包括离极高地风力尤其大 天气显著较凉 天文台呼吁明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在下午 强台风小犬的外 下沉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智晴朗极酷热的天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4.6度 是有记录以来时分的最高气温 此外 高温触发的咒雨正影响广 在下午4时小犬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东约250公里 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 移向台湾南部一带 按现实预测路径 热带气旋小犬会在今晚10月4日至日10月5日凌晨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 天文台届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预料小犬明日会掠过台湾 步并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 随后向西移动靠 珠江口一带 同时受东北季后风影响逐渐减弱 犬对本港天气的影响 似乎其减弱速度和与珠口的距离 现实预计受小犬及季后风影响 本港末期间可能会有狂风骤雨 吹偏北强风 部分地包括里岸及高地风力尤其大 天气显著较凉 是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 预测大致天晴 但局部地区有昼雨 早晚部分时多云 最低气温约28度 日间酷热及干燥 市区最高温约34度 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微风 渐转吹和缓制 近偏北风 高地尖中吹强风 星岛头条App京 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立即将来自广转的地方 进行的顶段 并且推出最新闻 小刀 并且推出最新闻 并且变数 并且推出最新的顶段 并且推出最新的顶段